踐 interhuter 詞宇 муз 我们都有谈到这个撒旦的自由拥有的错误。 我们将继续讨论一些关于这个观念错误的原则。 我们这些教会所相信的就是撒旦是堕落的天使。 这个并不是没有论据的。 刚才我已经说过,如果我们相信约翰一书三章八节所说的, 那以西节书二十八章和以赛亚书四十章就会对我们说是有意思的。 按照圣经,我们请翻开彼得后书。 彼得后书二章 二章我们读第四节 二章四节 四节就是天使犯了罪,神也没有宽容,曾把他们丢在地狱,掉在黑暗坑中等候审判。 翻开犹大书六节 犹大书第六节 六节又有不守本位,离开自己住处的天使,主用锁链把他们永远拘留在黑暗里,等候大日的审判。 所以那些相信自由拥有撒旦的人,相信说当撒旦向陈犯罪之后,他就会被刑罚。 这个撒旦是自由拥有的这个说法,撒旦是自由的说法,相信说当天使犯罪了之后,这个天使会被捆绑。 但是真耶稣教会的相信,撒旦是堕落的天使,那这两个差异,我们要怎样把它们放在一起来谈呢? 我们再翻回彼得后书,彼得后书的第二章,二章四节。 那么天使犯了罪之后,圣经说,神把他们丢在地狱里面,交在黑暗的坑中。 黑暗按照彼得后书二章四节就如同一个锁链一样,就好像一个捆绑。 黑暗就象征着神与神隔离。 神不在那里,也就是说这个犯罪了的天使不再属于神。 有时候我们有这个观念,就是如果我们被捆绑了之后,我们的一举一动都会受到约束。 那些恐怖分子。 就是在有一个地方,他们穿上这个橙色的袍,然后他们的手跟脚被锁链捆绑起来。 他们不能够动弹,所以他们走的时候好像僵尸一样。 这个就是我们可以去想象,当一个天使他被捆绑起来的时候,就是大致上是这样的样子。 这个是我们的想象,事实上这个并不是圣经所要表达的。 我们翻开彼得前书三章。 我们读十九二十节。 彼得前书三章。 我们读十九二十节。 十九节,他接着灵,曾去传道给那些在监狱里的灵听。 二十节就是那从前在挪亚预备方舟,神容忍等待的时候,不信从的人。 当时进入方舟,借着水得救的不多,只有八个人。 在十九节就谈论到那些挪亚时代的人。 所以按照彼得的说法,他们就是在监狱里的灵。 那神就差派挪亚去传福音给这些灵听。 就如同耶稣或者是神本身去向他们传福音。 这第十九节就说到他们的灵在这个监狱里面。 当我们读《创世纪》第六章的时候, 我们发现他们继续地向神犯罪。 这个世界成为越来越强暴。 在神的眼中,他们的灵魂就是在监狱里面。 因为他们和神远离。 他们已经向神犯罪了。 所以当一个人犯罪了之后, 他是在监狱里面。 因为他是在黑暗里面。 因此按照彼得后书第二章来说, 这些所被犯罪的天使被捆绑在黑暗之中, 他们不能够再回到神的身边。 那些不能够回到神的身边, 那些不属神的人, 就是被捆绑在圣经里面所要表达的。 我们知道那些世上的人, 他们被捆绑, 也就是证明他们被罪约束。 因为他们没有在撒旦的权势之下被释放。 所以当他们来到教会, 他们受洗, 他们相信之后, 我们说他们被释放了。 所以在属灵上来说, 他们是自由的。 因为现在他们在基督里面。 所以这个就是被约束的这个意思。 所以我们不要去想象, 说当一个魔鬼, 一个天使犯罪了之后, 他就被捆绑起来, 他什么都不能做。 今天如果我离开教会, 如果我向神犯了罪, 我就是在捆绑当中, 但是肉体来说, 我还是自由的。 我还是自由走来走去。 但是唯一的差别就是, 我现在已经与神隔离了。 我们翻开启示录。 启示录十八章。 启示录十八章。 十八章我们读第二节。 十八章的第二节。 他大声喊着说, 巴比伦大城倾倒了, 倾倒了, 成了魔鬼的住处和各样污秽之灵的巢穴, 并各样污秽可增至雀鸟的巢穴。 如果我们看英文版本的话, 巴比伦已经成为各样污秽可增之雀鸟的巢穴。 我们中文可以看到住或坐牢狱。 所以圣经就把它形容成好像一个监狱一样。 所以我们严格来说, 巴比伦就是指着有罪的世界。 一个属世界的人, 就是在监狱里面的人。 属灵上来说, 在神的眼中, 这个人就是被捆绑的。 这个就是被捆绑的意思。 被捆绑并不是指着这个魔鬼被阻止, 被约束了他做事的自由。 所以撒旦今天还继续地来试探我们。 一个天使犯了罪, 在神的眼中, 他就被捆绑在黑暗当中, 但是他还是自由地来试探人, 自由地使我们犯罪。 那这个魔鬼所支持魔鬼自存理论的这些人呢, 就说神把这个世界当成是一个战场, 要让耶稣来打败撒旦。 因为他们相信撒旦是自存的, 所以唯一要神来毁灭撒旦的方法, 就是借着他的创造之物。 借着神所创造的一切, 撒旦就被毁灭了。 如果这个是真的话, 如果你继续更深刻地去, 更深入地去查考这个理论的话, 我们会发现, 神其实, 他们把神看作是, 所有神当中最残忍的神。 因为在神还没有创造宇宙之先, 他就有了一个目的。 他的目的就是要打败魔鬼。 他用无数的灵魂来打败魔鬼, 就因为这样这么多人的灵魂沉沦了。 但是问题就是, 这个是不是圣经所说的呢? 我们翻开诗篇, 诗篇一百三十六篇。 我们会发现这个诗篇是一个非常特别的诗篇。 我们会发现到每一节的第二的下段, 都是一个重复。 比如说在第一节里面, 我们看到, 因祂的慈爱永远长存。 第二节也是, 因祂的慈爱永远长存。 所以我们发现到, 在第一百三十六篇里面, 整篇都是一直有重复这一段话。 我们读第二十六节。 二十六节, 你们要称谢天上的神, 因祂的慈爱永远长存。 当我们看到这个诗篇的时候, 当然它也论述到神的创造。 神靠着祂的智慧创造天, 所以这个就显明了祂的怜悯。 祂的慈爱, 比如说在第六节, 第六节说, 称谢那铺地在水上的, 因祂的慈爱永远长存。 我们能够这样看, 就是每一个他所创造的一草荧幕, 都是祂的慈爱。 第十节, 第十节就谈论到神在历史当中所做的。 十节, 十节说, 称谢那击杀埃及人之长子的, 因祂的慈爱永远长存。 第十一节, 十一节, 他领以色列人从他们中间出来, 因祂的慈爱永远长存。 所以我们发现到神所做的无论一切, 都是有这个慈爱的目的在背后。 尤其是对于我们相信祂的人来说, 我们都知道祂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我们的好处。 如果你去详细查考自存论的话, 这个理论它的核心, 其实就是违反了神的本性。 祂毁灭整个基督教。 因为我们相信真神爱世界。 这个就是祂来到世界为我们牺牲的理由。 祂的动机是非常明确的。 因为祂的爱,所以祂来到。 圣经说,在我们还是罪人的时候, 祂已经为我们死了。 所以我相信这样, 如果这个自存论是真的话, 我要换我的神。 为什么我要相信这样的神呢? 祂是作恶的手, 作恶之手。 那如果是这样的话, 这样它的目的, 它的动机就是要毁灭撒旦。 那在毁灭撒旦的过程当中, 许多人也被牺牲了。 你可以看到去相信这个自存论是多么的危险。 它基本上违反了所有我们圣经所相信的原则。 坦白讲,我真的不知道要怎样来解释这一点。 它基本上毁灭了我们所相信的一切。 所以千万不要把它想象成只是一个个人的观点等等。 它毁灭我们的信仰。 那我怎样能够来相信神时时刻刻都在爱我呢? 既然祂最终的目的就是要 借着祂所创造的一切来毁灭撒旦。 但是我们都清楚相信, 因为神知道人会犯罪, 所以祂接着耶稣来到世界上来救我们。 下一点。 有一些人就问说, 既然神知道亚当当初会犯罪, 为什么神当初要创造亚当呢? 首先我们要知道神是绝对的神。 我们是有限的, 神是无限的。 我们所能够了解神的一切都是通过圣经。 我们发现到当神创造亚当和西亚娃的时候, 神给他们一个诫命而已, 就是他们要遵照神的指示。 他们不应该吃那个禁果。 所以这个就告诉我们, 我们对神有一定的责任。 就是我们要信靠祂, 我们要遵从祂。 那有一些人就问说, 为什么神当初创造亚当呢? 我们来读几节圣经。 我们翻开诗篇115篇。 诗篇115篇。 115篇的第三节。 诗篇115篇三节。 3节然而我们的神在天上, 都随自己的旨意行, 意旨行事。 我的版本就说, 祂随着祂所喜悦的来行。 所以这个告诉我们什么呢? 这个就告诉我们, 没有一个人能够质问神。 那就有问题关于神的作为, 那我们不知道的。 因为神不要把这一切显露给我们看。 我们看另外一个诗篇。 诗篇135篇。 135篇。 135篇的第六节。 诗篇135篇第六节。 第六节。 耶和华在天上, 在地下, 在海中, 在一切的深处, 都随自己的意旨而行。 那我们都知道神是绝对的神, 而且是绝对良善的神。 可能有一些事情, 我们不能够完全了解。 那我们也要来读《诞与礼书》第四章。 请翻开《诞与礼书》第四章。 四章三十五节。 四章三十五节。 世上所有的居民都算为虚无。 在天上的万军和世上的居民中, 他都凭自己的意旨行事, 无人能拦住他的手, 或问他说, 你做什么呢? 这个就是尼布加尼萨王所做的一个结论。 当尼布加尼萨王被神管教之后, 他醒悟了。 他终于察觉到没有人能够拦住神的事。 没有人能够说, 神你做什么呢? 所以当我们谈到和神之间的关系的时候, 这也应该是我们的一个观念。 他是我们的父, 我们不能够质问他。 当我们翻回《创世纪》当中, 神给予亚当和夏娃的一个指示。 神对亚当和夏娃说些什么呢? 神告诉他们说, 唯有园中那棵树上的果子, 你们不可吃。 你们不可吃也不可摸, 免得你们死。 那我们看第三章, 从事实第三章三节到五节, 我们看到这一切都是蛇所说的话。 那这个蛇已经添加了神的命令。 这个蛇就常识告诉夏娃, 你看, 你的神已经欺骗了你。 因为你知道, 当你吃这个善恶果了之后, 你的眼睛就会得开。 这个是神从来没有提过的事情。 你会像神一样。 一样的, 这个神并没有说过这个。 你能够知道善, 知道恶。 这个并不是神命令当中的一部分。 当我们查考神的命令的时候, 我们能够做一个非常清楚的结论。 在我们的这一方面, 神要我们去顺服他。 所以这个魔鬼的自存论呢, 就提议给我们, 告诉我们, 我们要去质问神。 就好像我们随时随地都能够与神交战。 这个不是从神从当初想要指示给我们看的。 尤其是当我们谈论到神, 我们要非常地小心。 我们能够问, 但是要有一个良好的动机。 当你去分析这个魔鬼自存论的时候, 这些问题都是这样的设计, 来要把我们的基本信仰把它博导。 我们能够说, 魔鬼自存论所有的问题, 都是带着邪恶的动机, 来毁灭我们的信仰。 所以我们在心中要心里纯净。 翻开哥林多后书, 哥林多后书, 哥林多后书十一章, 哥林多后书十一章, 第二节,第三节, 十一章二节,三节, 第二节, 我为你们起的愤恨, 原是神那样的愤恨, 因为我曾把你们许配一个丈夫, 要把你们如同真洁的童女献给基督。 三节, 我只怕你们的心或偏与邪, 失去那向基督所存, 所存, 存依清洁的心, 就像蛇用鬼诈诱惑了夏娃一样。 在哥林多教会有一个使人担心的问题, 保罗为这些信徒们非常地担忧, 我们都知道当一个人相信基督的时候, 他被给予这个存依的心, 那这个清洁的心是从哪里来的呢? 它是从神的话, 神的真理, 这个人所接受神的话。 就好像在真约书教会里面, 我们相信我们所接受的这些话语, 都是从神来的。 神的话语, 洁净我们从所有的误会。 所以我们看到在教会里面, 有许多的真信徒, 因为他们的心里是洁净的。 我们可以发现到撒旦是非常诡诈的。 他常常会想要把一些异端置入我们当中。 我们发现到当一个人去接受这个异端的时候, 这个人就不再是清洁了。 你会发现到这个人变得非常地狡诈, 他是充满着诱惑和欺骗, 因为这个纯一清洁的心已经被改变了。 那从他嘴中所发出的一切话不能够是真的。 因为他的父是撒旦, 就是说谎人的父。 所以我们要把这个看得很认真。 我们在基督耶稣里已经被给予这个存衣清洁的心了。 我们不应当被诱惑去接受另一样的福音。 因为我和一些被诱惑了的人打交道, 和我的一些同工。 我们发现这些人, 他们都是欺诈的人。 在他们里面没有纯洁。 你知道神是公义的, 神是正直的,是圣洁的。 他所给予我们的都是良善的。 那他所传给我们的福音的这个样式, 就是他所要我们达到的一个目标。 我们发现如果这个存衣清洁的心已经被误会了之后, 我们就很难回到神的身边。 有时候无论我们多努力地去尝试, 我们发现这些人不能够再回来了。 我们要很看重这一点, 这是为了我们的好够。 不要被魔鬼诱惑。 我们所得到的真理, 是真正的福音。 下一点。 那真神是不是真正的知道亚当会犯罪呢? 撒旦自存论所谈的其中一个问题, 就是他们不相信神知道亚当会犯罪。 他们相信神知道这些义人他们会走的路是如何, 但是他们不相信这些罪人或者是恶人会走怎样的路。 我们从圣经看几个章节。 我们从圣经看几个章节。 我们翻开《生命记》31章。 《生命记》31章。 我们 read 31章的十四节。 十四节耶和华对摩西说, 你的死期临近了, 要召约苏亚来, 你们二人站在会幕里, 我好嘱咐他。 于是,摩西和约苏亚去站在会幕里。 十五节。 十五节耶和华在会幕里云柱中显现, 云柱停在会幕门椅上。 我们来关注神对摩西在第十六节所说的。 十六节耶和华又对摩西说, 你必和你列祖同税, 这百姓要起来, 在你们所要去的地上, 在那地的人中, 谁从外邦神行邪淫, 迪迹我, 违背我与他们所立的约。 这些就是神在摩西去世之前和他说的话。 因此神已经预言这些百姓要进去迦南地并且犯罪。 所以我们能够不能够说神在创造亚当之前并不知道亚当会犯罪呢? 神是全能的, 是全知的。 我们看新约里面的一个章节。 我们翻开启示录。 启示录二章。 启示录二章里面有谈到一个给予士美纳教会的一个警告。 我们来读第十节。 第二章十节。 你们将要受的苦你不用怕, 魔鬼要把你们中间几个人下在间里, 叫你们被试炼, 你们必受患难时日, 你误要致死忠心, 我就赐给你那生命的冠冕。 神到底知不知道魔鬼的作为呢? 祂能够看到清清楚楚, 在事情还没有发生之前能够看到清清楚楚。 就好像在约翰福音里面, 耶税非常清楚地知道谁会去背叛他, 出卖他。 所以我们看到这个魔鬼自存论的论点, 其实重新地去定义神的权能。 那这个是违背圣经的。 我们发现到这个自存论呢, 其实是违背神的本性。 这个是攻击神的本性。 我们翻开启示录, 13章, 启示录13章, 13章的第六节, 13章六节, 六节兽就开口向神说, 亵渎的话, 亵渎神的名并祂的帐幕, 以及那些住在天上的。 在启示录13章里面, 有两个兽被谈论到。 那第一个兽呢, 就是指着一群的人。 我们来读13章的第五节。 I saw a beast rising up out of the sea, having seven heads and ten horns, and on his horn ten crowns, and on his head a blasphemous name. 13章第五节, 我又看见一个兽从海中上来, 有十脚七头, 在十脚上带着十个冠冕, 七头上有亵渎的名号。 我们看到这个兽, 它真正的身份, 被一点一点的来被揭露。 那在第十七章, 我们到第十七章的时候, 就可以看到这个兽, 它的真面目, 已经完全的被揭露了。 我们翻开十七章。 启示录十七章, 我们读第三节。 所以他把我带着神的灵魂 进入世界中, 我看到一个女人坐在 一群的蝴蝶, 兽从十脚上的名字, 兽从七头和十鸭鸭。 三节,我被圣灵感动, 天使带我到旷野去, 我就看见一个女人 骑在珠红色的兽上, 那兽有七头十脚, 遍体都有亵渎的名号。 所以在这个异象当中, 约翰长老看到这个女人 骑在这个兽上。 那这个女人呢, 坐在这个兽上。 那如果我们读第十三章的话, 我们会发现, 十七章的话, 这个兽是一群的人, 我们读第十七章十五节, 十七章的十五节。 十五节,天使又对我说, 你所看见那淫妇做的众水, 就是多民,多人,多国,多方。 那对于一个不大属灵的人来说, 他所看见的就是中水, 许多民,也就是许多人。 但是对于约翰长老来说, 他看到的是完全不同的。 因为他在灵里, 他在神的灵里。 在第三节说, 他看见一个兽。 那这个珠红色的兽呢, 就是一组的人, 这一组的人, 他们违背神。 那这一组的人呢, 他们被这个女人来控制, 也就是这个淫妇。 我们发现, 这个淫妇, 其实这个兽, 它有七头十脚。 头呢, 就是指着权柄, 有能力。 脚也是指着能力和权柄。 那这个人说, 那这个告诉我们什么呢? 那一些有能力, 有权柄的人, 都同样被迷惑了。 这些人都, 都违背神, 都说神的坏话。 我们回到13章, 13章6节, 那这个兽, 他就开口向神说, 亵渎的话。 这个兽如何来向神说, 亵渎的话呢? 如果圣经说, 神唯一是自由的神, 我们会发现到那些被迷惑了的人, 比如说在我们的, 就我们来说, 那些被洋御民所迷惑的人, 他们说, 不, 神并不是唯一自由的。 这个不是亵渎吗? 神说, 他是唯一自由的。 那你说不。 那圣经说, 他是全知的, 你说不。 这个就是亵渎神。 那我能够说什么呢? 我们必须要警醒, 亵渎他的名, 他的帐幕, 教会, 教会今天被很凶狠地来被指责, 教会怎样被攻击呢? 如果说, 正耶稣教会是真教会, 但是并不是独一得救的教会, 这个是错的吗? 我觉得我们能够这样来回答这个问题。 基督只有一个身体, 一个身体。 这个是不能够被改变的事实。 如果我们读保罗书信的话, 保罗一直不断地提到, 耶稣基督只有一个身体。 我们来读以西节书当中的一个章节。 我们翻开以西节书二十五章。 以西节书二十五章。 我们来读第八节。 二十五章的八节。 八节说, 主耶和华如此说, 因摩亚和西尔人说, 看啊, 有大家和列国无异。 如果我们专心去查考这一个章节的话, 好像没有错。 有大家和列国没有不同。 那说这一句话, 我们会有什么后果呢? 我们来读第十一节。 I will execute judgment upon Moab, and they shall know that I am the Lord. 十一节说, 我必向摩亚施行审判, 他们就知道, 我是耶和华。 那在圣经当中, 这个犹大支派就是指着西安山。 我们翻开诗篇七十八篇。 第六到第八节。 对不起, 是第六十八节。 第七十八篇, 第六十八节。 第六十八节。 第六十八节, 却拣选犹大支派, 他所喜爱的西安山。 这是一个人的身体, 最高的一组的人。 就如同在诗篇七十四篇第二节里面所说的。 Mount Zion is a group of people whom God has redeemed. 就说, 这个西安山就是神所赎作产业支派的一个会众。 In our context, it refers to the church. 从这个上下文来判断, 就是指着教会。 因为这个判断是相关于 因为这个就如同在 《诗图行传》二十章二十八节里面所说的相似。 翻回以西节书二十五章, 如果我说正耶稣教会和其他众教会一样的话, 或者是其中一个真的教会, 这个是对神犯下极大的罪。 因为他只选择了一个身体。 那我们是谁呢? 能够说正耶稣教会是唯一的教会? 只是一个真的教会, 不是唯一得救的教会。 有一些人说, 你怎么知道呢? 在外面可能有其他真的教会。 我们知道因为圣经这样告诉我们。 圣经说只有一个身体。 我们知道我们是独一真教会, 因为圣灵今天与我们同在。 所以要告诉我们自己不要以偏概权。 我们不能够随便说, 真耶稣教会只是其中一间真的教会。 他被神选招。 因此我们看到神要审判那些摩亚荷西尔人。 那些相信撒旦自存论的人, 他们已经开始改变了这个独一得救真教会的教义。 这个难道不是向神的一个亵渎吗? 这个是一个很严重的错误。 所以我们真的是要努力地祷告, 求神保守我们对神的信仰。 我还要再提一点关于撒旦自存论的。 他们相信这样。 对于在未来呢, 对于那些得救的人, 也包括那些得救的天使。 我们如何地知道这些天使呢, 或者这些得救的人, 再也不会向神犯罪了呢? 就好像说, 他们可能在未来也会犯罪, 你怎么知道他们未来不会犯罪呢? 他的这个理由就是说, 如果魔鬼是自存的话, 当神毁灭了撒旦之后, 那罪就不会再出现了。 那你如何知道这些得救的人, 他们未来不会再犯罪呢? 我们放开希伯来书。 希伯来书五章。 我们相信基督在世上所做的一切, 都是给我们学习的榜样。 我们来读第五节, 第五章, 对不起, 第五章, 第八、第九节。 他虽然为儿子, 还是因所受的苦难, 学了顺从。 九节, 他既得以完全, 就为凡顺从他的人, 成了永远得救的根源。 因此当基督来到这个世界上的时候, 这里我们被告知, 他学习了顺从。 那圣经详详细气地描述了, 耶稣基督学了顺从。 那圣经也说, 耶稣基督就是在末后的亚当。 第一个亚当, 他犯了罪, 他跌倒, 因为他违背了神。 他被撒旦试探, 向神犯了罪。 那这个第二个亚当呢, 他来就展示给我们看, 我们如何能够成为完全。 对于那些未来得救的人来说, 如果我们能够成功地到了天堂, 就是说我们已经学习了完全顺从神。 如果我们已经学习了完全顺从神, 成了完全, 我们就不会再违背神了。 很明显的, 我们不会再犯罪。 因为我们已经达到了那个完全的地步。 虽然我们不是神本身, 但是我们像神。 那是为什么我们相信, 我们如果未来到了天国, 我们是不会再犯罪了。 这个就是我相信我们所应该明白的一些论点。 我还有一点的时间。 所以我要来讲一讲这个诱惑的威胁。 对不起,欺诈的威胁。 我们来读圣经里面的几个章节。 来读提摩太前书。 提摩太前书四章。 提摩太前书的第四章。 四章一节。 提摩太前书四章一节。 now the spirit expressly says that in a lot of times, some will depart from the faith, giving heed to deceiving spirit and doctrines of demons. 一节,圣灵明说, 在后来的时候, 必有人离弃真道, 听从那引诱人的邪灵和魔鬼的道理。 I also want you to read 2nd Thessalonians. 你来读 帖撒罗尼加后书。 2nd Thessalonians chapter 2. 帖撒罗尼加后书第二章。 we read 第二章二节。 第二章二节。 帖撒罗尼加后书二章第二节。 not to be soon shaken in mind and troubled, either by spirit or by words or by letter, as if from us as though the day of Christ has come. 二节, 我借你们, 无论有灵, 有言语, 有貌我名的书信, 说主的日子现在到了, 不要轻易动心, 也不要惊慌。 那在帖撒罗尼加后书和提摩太前书, 我们所读过的两个章节, 这两个章节之间有一个共同点, 那在提摩太前书呢, 我们被提醒不要, 提摩太前书我们被提醒不要去顺从这些谬望的灵, 那在帖撒罗尼加后书的第二章二节说, 我们无论有灵或是其他的都不要轻易动心, 那一个人如何来关注这个诱惑的灵呢? 你能看到邪灵吗? 除非邪灵展示他自己给你看, 不然我们如何能够来关注到这个邪灵呢? 一个人如何来被这些邪灵所干扰呢? 要来明白这一点, 我们应该看神和我们之间的关系。 我们如何渐渐地来知道神呢? 我们是通过神的话语。 这不是真的吗? 我们读圣经, 我们跟着真耶稣教会的教导, 你会在你的灵性当中渐渐成长。 照样的,如果你关注在俗鬼魔的一些教导当中, 这一些和教会的教义有冲突的教义, 你就是在把重点关注在这些诱惑的灵, 这些迷惑人的灵当中。 如果你去到一个非真耶稣教会的教会, 你不能够听到一个全备的得救的福音, 因为他们并没有被给予这个得救的福音, 那如果你和这个已经被迷惑了的人走得很近的话, 你觉得你能从这个人的口中听到神的话语吗? 不能,一定不能, 因为这个人已经被迷惑了, 他已经成为鬼魔的工具, 从他口中所发出的一切话都不是真理。 所以我们应当画一个很清楚的界线, 在我们和这些假先知的之间。 那些所相信魔鬼自存论的人都不是属我们的。 那些不相信真耶稣教会是唯一得救的真教会的人是属鬼魔的。 那些告诉你,你不需要祈求圣灵的人, 他是说谎的。 这些人必须要在教会里面被揭露出来。 因为你如果亲近他们的话,你也会被迷惑。 我们不是要尝试成为一个很残忍的人, 但是要来救这些人呢, 我们必须要揭露他们的真面目。 这样教会能够清楚知道这些人, 他们到底是谁。 那借着这样做的话, 我们救教会,我们救自己, 可能我们也能救这些人。 来读提摩太后书。 提摩太后书二章。 提摩太后书二章二章二章的二十四到二十六节。 提摩太后书二章二十四到二十六节。 然而主的仆人不可争惊, 只要温温和和的带众人, 善于教导,存心忍耐。 二十五节。 用温柔劝诫那抵挡的人, 或者神给他们悔改的心, 可以明白真道。 二十六节。 听他们这已经被魔鬼任意掳去的, 可以醒悟,脱离他的网络。 所有抵挡真道的人, 我们发现他已经被魔鬼掳去了。 就连保罗本身也不确定这些人, 到底会不会回到神的身边。 他说啊, 或者神给他们悔改的心。 真理已经被给予教会了。 在我们这一方面呢, 我们的责任就是要来遵守这个真理。 这个是属灵的征战。 我们要确保自己没有被魔鬼掳去。 我们来多读一节的圣经。 不然的话, 等一下我会忘记。 来读哥林多后书, 哥林多后书十一章。 哥林多后书十一章第四节。 哥林多后书十一章四节。 11章四节。 第四节,假如有人来另传一个耶稣,不是我们所传过的,或者你们另受一个灵,不是你们所受过的,或者另得一个福音,不是你们所得过的。 如果你们容让他们,也就罢了。 这里保罗说,另一个耶稣,另一个灵,另一个福音。 今天我们都领受圣灵,因为我们已经接受了真理。 保罗对加勒太教会说,他们如何领受圣灵呢? 是通过聆听神的道。 今天你与我领受圣灵,因为我们听到了神的真理。 如果我们把我们的根基,也就是教会的根基,转移到其他福音的根基上, 那这个灵就不能够成为圣灵。 那保罗当然就说,是的,这些人他们接受了另外一个福音,因此他们就领受了一个灵。 如果我们领受了一个灵,那么我们所敬拜的神就不是耶稣。 就是魔鬼他本身。 我们返回启示录。 启示录十三章。 十三章。 当你看到第一个兽的时候, 这个第一个兽的能力是从龙来的。 因为魔鬼把他的权柄交给这个第一个兽, 把他的宝座也交给第一个兽。 能够在第二节的下半段看到, 那龙将自己的能力, 作为和大权柄都给了他。 所以兽的其中一个工作就是领人来敬拜他自己。 但是真正的在背后的动机呢, 就是要来拜这个龙。 因为啊,这一切的能力, 这个座位和大权柄都是从这个龙来的。 所以我们看到啊, 我们来把持着这个最初的信仰是很重要的。 我们不能够去改变。 不然的话, 我们最终不是在敬拜耶稣, 倒是在敬拜魔鬼的。 我们一同同心摩打。 我们一同同心摩打。 我们一同在说明了。 我们一同同心摩打。 我们一同同心摩打。 可以比较高地的这些啊。